300名台湾客被丢包云南复国岛世界 语言越烈 知名部落客段段乏文痛批 他们一家12口付了近70万的团费 却没有说好的导游领队 要去的缆车跟游乐园门票也成问题 更扯的是年代安排的餐厅还没有营业 他们必须自行解决温饱 气得段段落下狠话 等回台就要对旅行社提高算账 不过旅行社也还冤 授出对话记录 强调事发后他们已经另外汇钱 找地陪车子和饭店做紧急处理 只是马上又被旅客打脸 我们昨天也是搞到四点多 才确定定到房间安心了 我们才是昨天一整天 全部都是让我们再担心害怕 度过了一天啊 这不能叫行程继续啊 那昨天的行程完全没走啊 要求年代是下午四点以前 要兑现 如果没有兑现的话 月节就是确定没有班机了 那像这样子他们非常被踢皮球 就这样不是很夸张吗 布置行程全炮汤 现在连回家都是问题 旅客忧心年代迟迟没有一规定 缴清款项 那他们原定14号的回台班机 到底还飞不飞 第一班的回台是确定的 那明天三班的班机 机会有部分都已经开立嘛 那不许还没有听到什么 什么任何的声音呢 月节的应该是OK了 那月竹这一班好像还在写上当中 听队族的老板讲的感觉 客人来之前跟现在事情发酵成这个样子 我都收不到钱 那请问回去以后我能收到钱 年代总经理受访时强调 回台班机都确定机票已开立 只是又遭负责接待的越南旅行社 总经理唐凯又一次打脸 表示14号旅客要搭乘的月竹航空 根本没有收到钱 还下最后通牒 说13号下午2点没收到钱就不飞了 年代旅行社说辞跟事实显然有很大出入 也让外界物理看花 明天使用旅客谈君豪 台北斗